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 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再次举行会晤 普京邀请习近平共同乘船游览聂瓦河 普京欢迎习近平再次到访他的家乡 并向习近平介绍圣彼得堡的 风土人情和沿途建筑 习近平表示 很高兴访问普京总统的家乡圣彼得堡 这里景色优美 文化艺术氛围浓厚 这片文明沃土 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孕育培养了大批杰出人物 特别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付出了巨大牺牲 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骄傲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登赏 曾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 阿富勒尔号巡洋舰 听取有关历史介绍 习近平表示 阿富勒尔号巡洋舰 对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非凡 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前赴后继 取得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 巨大成就 俄方完好的保留了阿富勒尔号巡洋舰 体现着对历史的尊重 普京表示赞同 强调历史应当得到尊重 两国元首一边欣赏着沿岸风光 一边畅谈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和今天 一致同意要促进中俄人文交流 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普京欢迎更多的中国游客 来俄罗斯及圣彼得堡 随后两国元首来到东宫继续长谈 就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俄两国都处在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当前形势下 双方要深化战略协作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中俄两国的利益 更是为了捍卫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 普京表示 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 俄中两国越要巩固和深化政治互进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协作 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語� Gla Gallery 文计则与微协作 导致 transition势越是 我们开来